大烟囱 有烟囱的地方 我很喜欢 因为上海的 上海的一个艺术馆 也是叫大烟囱 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喝奶茶的奶爸哥哥 爱上海 我们今天呢 就来到了华山园区 是一个创意提示 今天天气阴阴的 我记得有一期 我拍了蓝天 然后说天很蓝 然后有观众留言说 是不是大陆比较少有蓝天 陆佩都会特意说 今天天很蓝啊 什么的 然后外国人 好像就比较少观众蓝天 我觉得蓝天是一个 大部分人都比较喜欢的天气吧 像这样阴阴的灰灰的拍出来 就没有蓝天漂亮 然后客观来说 我觉得最蓝的地方 应该就在中国 天空最蓝的地方 就在中国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是海拔越高 然后天会越蓝 离天越近嘛 那然后世界的第三集 青藏高原 就在中国的靠近西藏那边 所以那边的天是非常蓝的 以后有机会 我也会做一期讲 台湾人的境地 应该是说外国人的境地 就是西藏 它是只有祖团才能进去 就是对外国游客来说 哎 台湾也是外国游客嘛 所以台湾人可能没办法在那边自由 看这个会不会有密集恐惧症 无数的香蕉 香蕉还是芭蕉 我还第一次见到原来是接这么多 这是华尔山的历史 原来是一个酒厂 然后我觉得台北的创业园区都蛮有意思 华尔山是酒厂改建 然后还有一个松烟是烟厂 然后像上海的创业园区 好像都是纺织工厂和钢铁厂 包括北京也是 那蛮有意思 两地的工厂工业的变迁 这墙好有意思 都被树木连接起来 我想起了台南的树屋 也是一个很独特的风景点 我好像来太早了 很多展都没有开 然后现在也是换展的季节吧 很多地方都在顾展 前面有一个 前面就 哦不是 那是刚刚的一个 那是刚刚的一个 嗯 这都是两盒有花不错 什么样子 蛙土鸡已经被它吃掉一口 自己拿 要不要自己拿 那好 等一下去哦 对 这里都是纸绿 好有意思 而且都很漂亮 好漂亮哦 这是看起来好软哦 武汉 原来是 会被这么多人 所以老田 怎么可能 这很强耶,它每一个配件都可以自己DIY 有很多可以选 而且它还有很多本土化的东西 主题做得很好 很棒的一家小店 今天没有看到什么展,但是看了一些创意小店 也都很有意思,而且很独特 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信波咖啡,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咖啡店 如果过来的话,顺度都会带一包咖啡豆回去 原本这边往前走,有一家很大的游戏玩具店 然后现在倒闭了,现在关掉了 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吧 好,今天是逛了华山的创意小店 完全没有逛到华山的宅 然后刚刚又下雨了 现在趁雨小一点,我们赶快回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